白露的独立生活,聚光灯下的简单 白露,拍电影时与助手和最亲近的朋友一起烹饪,网友赞扬真挚友情 白露是中国电影界的一位年轻知名女演员 最近她因在拍电影时没有叫外卖 而是选择与她的助手和最亲近的朋友一起烹饪而引起广泛关注和好奇 她朴实的生活方式和真挚的友情已经成为许多人的灵感 并在网络上广受赞扬 在恒电拍摄期间,白露选择住在南疆第一社区,而不是在豪华酒店里 她通过与她的助手和最亲近的朋友一起做饭来享受简单而独立的生活方式 这种朴实和真实的生活方式受到了网络用户的高度评价 白露与她的助手之间的关系不仅仅是工作关系,更是温暖而有意义的友情 他们一起面对生活和工作中的各种挑战 这段友情就像一盏灯塔,照亮了彼此的生活并受到所有人的珍视 白露虽然不是一位顶级女演员,但她在中国电影业取得了显著的成功 凭借才华和奉献精神,她参演了多部广受欢迎的电视剧《如长月进》 她希望凭借自己的美貌,表演才华和不断增长的知名度成为一名顶级女演员 她的成功不仅鼓舞了年轻演员,也为该行业的繁荣做出了贡献 通过她的付出和日益增长的知名度,白露展现了成为一名顶级女演员的潜力 观众们赞扬她的演技,她的人生旅程也成为许多人的灵感之源 白露的生活和职业成就将继续受到关注和高度评价 视频末尾,我们非常期待听到观众关于这个故事的意见和支持 如果您喜欢这个内容,请留下您的评论和点赞 我们非常感谢大家的贡献,并将始终期待在未来的视频中听到大家的反馈 感谢您一路陪伴我们,请不要忘记订阅我们的频道,以获取未来更多有趣的视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